第三次,原本我這一節講講佛學 但剛才我們時間未容許 我們要講講另一個題目,也很重要的 就是前中華民國的總統,麥英九 領導人 你講總統就是製造兩個中國 我們在香港避忌一下 好,好,好 給面子我們的國安大法 適時務者 遺忠傑 遺忠傑就不敢說 沒有必要惹麻煩 他就回去,這個行程本身 好像都是根據國民黨的歷史 製造 你看到甚麼出來 我不熟悉這件事,我只是欣賞別人講 有些朋友就很戲犯 你堂堂一個所謂的中華民國 你寫出來 他又不敢,好像不寫 那個幾年 另外一件事,我就要公道些說 如果有一天,北京邀請民進黨去 民眾都可以回到,同樣 所以基本上沒有分別 這個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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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會 你說幾年前就會 一時比一時未必會 這個要保留 你說民眾當中 你對馬英九的訪問 覺得有沒有成績 如果你說他在背景裏面 他防止兩岸衝突 我覺得是有一些成績 但問題就是 國際政治形勢變化得這麼快 會不會他一個人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相信他都有說 是想兩岸和平的 他的目標是想做這件事 我覺得 在他的角度來說 他應該有一定的成績 那些記者不懂得問他 如果中共國不和,你怎樣 這個真是很重要的問題 譬如說有朋友叫我們 有出了事,要跟別人談判 有些江湖上的衝突 那你想怎樣?我想與和為閉 如果我跟你去到別人不和,那怎樣? 是嗎? 是你單方面想和 主觀而忘 對方不和,那怎樣? 他們應該要這樣說 好了,我們要說事實 這是另一個層面的說法 你認識馬英九嗎? 我不認識,我怎會認識他 是嗎?你當時做記者 沒有去台南訪問嗎? 有去,但我反而是施明德 施明德? 是他專門搞台獨的 我反而做,他後來都沒有了 甚至現在都沒有了 他是搞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 他好像其中一個世界上 最長坐最長政治監禁 我比較深入訪問 但國民黨方面 我沒有這個渠道 我很年輕 在調景嶺做工作時 就見過在公眾場所 他們每年都有搞雙十折 他在調景嶺大 有幾個明星都在調景嶺大 柯俊宏也是 都是調景嶺的人 是溫碧夏嗎? 溫碧夏不是 有幾個是 黃小鳳也是調景嶺大的 在商入業場合、建軍節等地方 但我當時很年輕 他亦是年輕 他還未去台灣 後來他才去了哈佛讀書 他接著做了掌經國的英文秘書 他在哈佛讀書 是法律博士 很有密碎 但我們看他普通的旅程 他一身人是一個君子 他是有政治潔癖的 中國人來說都是尊敬的 他在政治上 在在位時期沒有撈勢 撿兩元前 他沒有 對嗎? 台灣反而有很多 包括陳水本也是 他真的沒有 這是我們尊敬的 現在我們看畫面 他也是很真誠的 是中國人的願望 我相信每個中國人都希望和平統一 包括我們在座兩個都是 因為你兵空之危 沒有益的 但你怎樣和平統一 或者用過甚麼形式去統一呢? 我相信中國人應該有智慧 譬如你搞個中華聯邦也可以 是吧? 因為現在的時代 地球村 就不需要霸營的土地 霸營的生產力去加強自己 不同的 經濟上的民族 對嗎? 以前就要開薑拓土 才可以生存 現在你送到頭領痛 你給了阿富汗 給了你 給了你烏克蘭 現在烏克蘭 我還送給河河斯 其實還給了大領王 那是怎樣的? 你覺得很有益嗎? 爛容容 我還送給你 整個烏克蘭 你用頭領尺 養了幾千萬人 我覺得是對嗎? 譬如北朝鮮 給你南領頭領痛 你想想東西德那時 統一那時花多少錢? 幾粒蛋糕 是啊 好,既然間 你中國共產黨 既然說這麼多先進文化、制度 什麼都先進習近平的生時代 思想這麼厲害的 有了一條解出來 以和為歸 如何中國統一 先做了第一步 和為歸 然後慢慢慢慢再說 不要讓低腦 利用你來搞矛盾 馬英九我很年輕,當時的條件 我在邵永拆船公司 那時沒有邵永鋼鐵廠 在匯德峰那邊有拆船廠 邵永有拆船廠 即是舊船在那裏拆 我在那裏做技工 所有條件都短了一年多 他們那裏全部清晰白滿地紅 如果你拿了《盟會報日》 你一定沒命 不是開玩笑 這是真事 拆了你入海的坑口 政府又不會理你 不理的 後來他做了一個邵永鋼鐵廠 由周錫蓮和龐鼎元合作 龐鼎元他們做的 這條警令有很多規矩 以前沒有巴士進入 在九龍城城南道 有一個聖蟲的那家人 做了那些小車子 綠色的淺藍色的小車子 進入條件令 很危險的,單程路 形頭車要避開 很容易滾到山坑 另外在沙基灣那裏 有一輛渡輪 坐在太平那裏 有一些信義中學 那裏是一個世外的桃園 後期開發後 現在做了將軍澳區 有個馬油堂 那裏經過石礦牆 是,那裏原本是很荒蕪的 荒蕪 很荒蕪 但現在就不是 你看看油堂那裏很漂亮 很漂亮 看出海景 對 剛才你說的那裏 橋頸令是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世界 香港國民黨的世界 香港國民黨 那時是放很多軍火在地下 很多軍官在那裏蹲 每一年台灣的救製總會 會支持他們 照顧飲食等 這些是歷史在銷 麥英九我們尊重 他今時今日 都希望為兩岳和平奔波 有沒有第三次國共合作 第三次國共合作 第三次國共合作 將這些歷史問題解決 是中國人的福氣 中華民族自己互相殘殺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你自己都不會贊成這樣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所以我經常對這個問題 我兩邊都不幫 我們應該有智慧是與和為歸的 因為現在最重要 不是搞寸土必爭的時代 如果你是寸土之爭 你首先問了普京 拿回那些地方 那是重要的故事 但我們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他現在很多歷史留下的痕跡 根據國際法 他透過玩幾套遊戲 在國際上 他整個台灣島的人民投票 全民公投 究竟我是給荷蘭 還是給日本 或者回歸中國 他有國際法的引用 因為他現在表面上 是一個國際上的主權國家 有自己的貨幣 有自己的立法 有自己的軍隊 有自己的海關 是的 沒錯 他在一個國際法理上 是一個主權國家 即是像一個主權的獨立政府 如果你再給那群傢伙一搞事 他大條道理 在這個仲裁之後 我們不要管了 由你自己台灣的人民決定 自己搞定 由你台灣的人民決定自己的前途 做一個公投 那你又怎樣呢 所以中共覺得他都要很謹慎處理 但因為為何要謹慎呢 日本無法退 日本人有時處理問題 他都是死留一邊境 更加公開了 他跟台灣是兄弟 即是冷了上身 這個就在外田文雄的時候 現在受傷的人說了 台灣海峽的利益是日本的利益 是的 說了 好了 你美國和日本也有一個協防條約 所以中國說要武力解放台灣 我相信不容易 一定要打仗 但現在他將美國和日本 跟你射射 他先搞在北朝鮮那邊 他不射這邊 這邊又搞卑利賓仔 搞南海 因為他不在這裏搞甚麼 除非你先動手 他現在射歪了 如果你在東海那邊 在北朝鮮那邊 乘機有人整殘金仔也不頂 所以大家要小心 如果投資的話 因為這些可以睡醒覺便會來 打上來 前年年尾 沒有人打算 每個人都不打 這些很困難 突然間就是去年二月就打 因為我們看他們 美國這邊的避戰是很積極的 避戰避得很強 差不多兩個禮拜有消息說 你鎖一鎖 兩個禮拜就有 避戰避都很小 不過新聞不報 我們今天 剛才講的這一節 講講佛學 但佛學有兩個矛盾的問題 問問博士 其一就是 如果是信佛的人 應不應該持戒 第二 為何有矛盾 我想問你六十年代 香港的野生活是怎樣 你說我 我當然是說你 現在在任何世界上 可以公開的宗教 都有戒律 耶穌十戒大家知道 印度教也有戒律 伊斯蘭教也有戒律 你看可蘭經也有戒律 猶太教也有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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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甚麼也有戒律 是的 甚至沒有 不公開的教也有戒律 即使地下宗教也有戒律 他的神福 他的教主 邦會也有戒律 戒律差不多就是邦規 好了 這些請得太遠 最簡單 講佛門的戒律 一分就兩條戒律出來 一個是在家人守 殺到網人走 好 你一歸依我佛 即是你經過儀軌 拜師父歸依佛門 歸依師之後 就要求你守五戒 通常在儀軌 一串你守五戒 殺到網人走 喝酒也不行 好了 如果你是出家人 初初出家做和尚仔 你不要這麼快說 受三壇大戒 做了小三尾就守十戒 好了 這兩種戒 出家人的戒和逐家人的戒 是進行授要守的 即是你這輩子死了 你的戒體便會失去 第二輩子沒有了 是這輩子進行授要守的 這叫守戒 好了 守了戒之後 破戒 有些可以懺悔 有些不可以懺悔 逐家人便輕些 出家人便比較嚴格 出家人 以色戒為第一位 你犯了色戒 不可以懺悔 一定要出來爭脫 他又不是法律 也不會拿你去打把問站 是你自己處理 是你自己處理 是嗎 好了 但如果你犯色戒 就一定要離開爭團 不可以再做和尚 要你犯色戒 那是不可以破的 好 如果你反為和尚 殺了人 還可以懺悔 因為你犯色戒 在很多情況之下 你是刻意去殺 例如你殺個動物 也是犯色戒 動物和人分為輕重 你殺動物 殺價較輕 你殺人便較重 法律也不容許你 好 如果你原本想殺個老虎 放在陷阱 把老虎放在陷阱上 但很不幸 人走過 跌落你放在陷阱上 那裡又不太重 因為你的動機 對象不是人 我動機擺了陷阱 就是殺個老虎 你不幸 掉下來 就形成了一個大殺戒的罪 因為這個 你看到栗狀 很微細 三年兩 都說不完 但我們為何要首戒 釋迦牟尼在世的時間 沒有戒 沒有 因為那時候人的質素很高 自己有自力行為 那就不用戒 就是了 到後期 那些弟子 無端端又惹了事 有個弟子又喝了酒 喝了酒之後 當然堵塞了常性 因為常性 又強姦的婦女 又偷了東西 唯有立戒 設這個戒律 它有前因後果 這個就叫凡是佛弟子 多數都要守五戒 好了 但在某種環境之下 我歸於佛門 我不守五戒 但我遲五戒 自己盡量遲 就算我有過失時間 我就沒有破戒的罪 那遲戒和守戒 兩種不同的概念 我遲 但如果你遲到 跟你守戒的功效一樣 你明白嗎 你遲不到的話 你就多了破戒的罪過 好了 這種就是逐家人 出家人的普通的 進行受戒 是你一輩子 你有生命的時間 你要守的 另外一種 就生生世世都跟著你的界體 就是那些菩薩戒 譬如說你出家人 你聽過看這些書 開三壇大戒 那時他傳到大菩薩戒 你正式做和尚 不是小三眉 男性和尚搜二百多個階 師姑搜三百多個階 很微細的階體 接著他再加一棟出家的菩薩階 有在家的菩薩階 出家和尚搜菩薩階 你的心想都犯戒 有些邪念已經和戒了 你要懺悔 分別在哪裏呢 但在我們的密布 還有一個菩提心界 這是最難的 任何的時間 你都不可以捨棄生命 你都要幫他 你眼看見生命有痛苦有困難 你都要幫他 這是菩提心界 但菩提心界有分很多層面 有願的菩提心 我做好事的希望 我的願望 最基本 每個人都不想做壞事 但只是願望 然後你的願望 你要行菩提心 你要採取行動 採取行動 你不會 你的能力 你的背景 你的個性 你的性格 你不會天天念念之間 都會想做好事 就是菩提心界 停在那裏 這是難的 你做過這個行動 不停地這樣做 做到你純熟 那就是行菩提心 好 到你做到滾瓜爛熟 有什麼福報的時間 你那個就是住菩提心 那就是停在那裏 任何時刻 你都沒有惡念 你想到的事情 都是清淨正念的 都未是究竟 最難做到的就是究竟菩提心 那個就是究竟 那個層次很高 不是普通人做到的 講就容易 好了 那有什麼分別呢 舉一個例 大家可以明白 如果我持菩薩界 犯了界 就算你破了界 我逐家人 我有菩薩界在身上 即是說我將一塊很完整的金色 是飾物來的 突然間有一天 打爛了 碎開了 它永遠都是金 你在你的生死聯會 投胎之後 某一天落完地獄上回來之後 因為你有菩提心界的力 它可以再遇到時空的機緣 你又可以變回金色 因為你有菩提菩薩界的種子在那裏 你明白嗎 即是你當失路而已 打幾個關斗 下了地獄 搞來搞去 因為有人問過我 郭先生你泛多界 又到處循環又成 下地獄 我不下地獄怎可以 地藏菩薩經說明 不下地獄 就是世不成佛 我因為地獄門前真道多 最多和尚道士在地獄 所以我內疚這群不下地獄 所以我不內疚怎可以 不能吹到你瞇一聲 知道嗎 好了 分別哪裡呢 就是你的菩薩大界 有這個金的本色 是永遠來勢都跟著你的 這種力 如果你拿到戒力的話 當然在明朝之後 已經沒有正式的人 傳到一個戒體給你的 他本身傳戒給你都不清淨 他何來有那個戒力呢 好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福分 求到大菩薩戒在身的話 你生生世世 無論你怎樣打滾 有之一 你都會變回珍貴的金色 分別哪裡 一般人不知道 我做好事一千元 你又做一千元 以及做一件好事 捐去東華三宣 大家都去東華三宣 這個就是最大分別 因為你有菩薩戒在身 我沒有受戒 我做過一千元的力 就只會得一千元的反射力 但因為你有菩薩戒在身的力 你那千元的力 會不停滾動 是不同的 不同的 因為你有個願望的力 所以分別這裡很大 好 與我們的個人觀感 就說 就算你不相信宗教不相信 你守社會的法律 都是戒律 它是戒律的 社會法律 是不是戒律 它都是戒律 所以做人最基本 就不要再跟法律作對 你在這個社會生存 最吃虧是跟法律作對的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普通人 你都要守法 守法其實就是戒律 好 但是佛教 叫你守這個界的最大功能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凡夫 很多貪心痴 貪心 名利 是不是 動氣 無名火 你又喜歡說謊 喜歡吹嘴 又不誠實 我們用普通的格律 就防止你不守守則 你會深淵義馬 這樣你就很難修行 你的心不定 你被世俗這麼煙污 你就扯你下去 所以耶穌教都有十戒 十戒就要保護他的信徒 在精神上 在心靈上安穩 你不犯法 你就能夠安樂 你不做對人不住的事 你就能夠安樂 所以他有個戒律 來約束你 我們全部是善意的 我們贊成些人 自己都要守社會道德的規律 何況是你教徒 我有時我持得挺穩的 特別我持過殺戒 但為何我們持殺戒 我可以開呢 這個深奧 所以大家看到有人開殺戒 不要立遠古 我一個師叔 他很有名望 持戒很嚴格 但我知他十幾個弟子 一跟他出去 在南亞混遊四海 他有一天叫一個徒弟 那裏有隻羊 黑色那隻 你給他抓他來吧 他見到羊群 他就給他抓來 抓來 他立即找地方洗乾淨 我把他劏了 立即劏了 心裡沒有人敢問 個個都落落不歡 平時都要嚴格 為何他弄了羊出來 劏了他 劏了他 殺了一隻羊 搞到通地血 始終頂不上 就問我師叔 他就告訴你 這隻羊在他前幾世 是救過他 他今次撞到 見到他做了羊 他就立即 要殺他時間 立即做法 讓他那個神色走出來 立即超渡 就不用繼續再做促動 做羊 做促生 所以你們普通人 看到有些大修行人的行為 就不要亂去顧 因為你味道那個陳詞 這個真是比較深的學問 他是要有那個功夫 師讀 宣度 等於我的師公 就是 遠遠回到西匡 一臨到他在西匡邊境過夜那一晚 他又用功修行 突然間定中 哇 三千多年前 我殺的婆羅門 做了共產黨 哈哈 就在那個十幾公里 遠遠在那裡扎刑 唉 不要了 走回頭找他 就被他殺死了自己 哦 自己去的 他先去划判 因為那些人 他都一百年多 他先去划判 因為他們把那個 惡果來到的報應 那個惡果 當作一把掃把 你拿了個債 就給我清理了 在我生命中 即是收到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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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我提早還了 所以他們看過去 現在未來 跟我們繁虎看過去 現在未來 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所以有時 有些人來到天后 找我問證 我的學生問我 為何你不出秀醫他 我不能治療 如果我再 他再痛苦一點就好 讓他的那盤數 清掉 否則 他將這個卡麻 拖到下一世 更麻煩 因為那些貴理數要還 因為整個佛學 因果是不會消失的 四乘體之一 凡事一定有因有果 但他不會消失 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你正式的修行人 不可以隨便干擾世界 不可以隨便干擾世界 不是隨便八卦干擾 所以你看到 譬如說 這是他的命物 每個人都有軌跡 梁錦祥地上 梁錦祥行走 茶博士地上 茶博士行走 各有軌跡 你不要干擾 真的不要干擾 習近平有軌跡 即事情要到便到 他有軌跡 你不知道他的軌跡運作 除非你有緣分 碰到你的手 他開聲問你 你便可以有責任提示 如果他不開聲問你便不要八卦 這是比較深厚的因果學問 因為整個佛學 在十二因緣是很深奧的 特別是因緣果報 是很大的學問 非常深奧 整個佛學最深奧的就是因緣法 有些時間可否講講往事 有些往事 我世間很古怪的 有一件事是很神奇的 那時候 那時候很多人回到中國 很喜歡 牙位拍照 欠位坐 但中國有個問題很古怪 你不知道你進入會客室時 哪個官員大小 即使你已經分官也是 他以前沒有說一碗兩碗一碗分 沒有的 民間時候分兩碗 一個是兩個袋 一個是四個袋 四個袋是排長以上的 但那個可能是將軍 你不知道 最難分的 好了 你在國內 我們有時做工作 又不喜歡招搖過市 你看到那些拍頭 就不是你們外面人會這樣想的 它的設計 例如最近有件事 大家都記憶猶生 早幾個星期 習近平走過我們特首 他手指指 李家超特首 記得嗎 記得 有甚麼作用 有甚麼作用 想不到 他們現在玩的那套 是清朝的遊戲 現在在中國的官場 都知道 側手 有錢 側手 背手 你好像 現在有個押手 很像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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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深的海就是中南海 深不可測 就是她在玩慈禧太后那一套 所以林郑月娥也是踩屎 林郑月娥不会自己想过 送中条例出来 搞完一大烂餐 就有人站在英国凌敦大使 说我们没有几个人去做 是吗 现在整个中国的文化就叫断银鼓的文化 为何烧到我呢 我第一次在中国出场 他是有编排的 即是你坐在哪个位置 电视机对着哪个 那你的人就去鼓了 今天原来我是梁锦祥台长的首席人客 如果你下面的妈妈不认识 就会大乱和 知道吗 后期我知道 郭先生 先生,我們不可以不給面子 某某個畫面出來 是甚麼身份,每個人都會做 如果你不懂得做,就大力量 他不會公安和人說 台長的公安和人說,查博士是我自己人 不會這樣說 你怎樣去估計呢?你便要這樣估計 你是否在國內做管理很辛苦 是呀,大哥,你經常都不知道你怎樣 估錯,你又揹握,說錯,你又揹握 當時你看到鄧小平出來 每個美國佬、全世界的人都看著電視機 誰跟得鄧小平近一點 前一點、後一點、貼一點 都有數計的 誰突然出現,是嗎 即是說,他的政治行情已乾淨 這期最紅色就是李強 是呀 是嗎? 真是猜的 所以,你面對古文化 李家超也要猜 為何一個人不只我呢? 到現在,他都不明白 實際上,他是一個畫面 告訴別人,我有劉森這個人 你不敢動他,即是告訴柴仔聽,你明白嗎 你不明白嗎? 在那裡聊天 一群人坐在那裡 這個介紹,這個是梁大哥 這個是漢大哥 這個是A大哥 不過,每個人都說,大哥你好 他突然出現,貌不驚人 坐下來 跟我去買煙 大哥原來是幫人買煙的 你是不是暈倒在那裡 哈哈 你也知道怎樣收場 你自己尷尬到 是不是很難受到呢? 你也知道怎樣收場 好,那便說一些香港 以前,你不記得北京到 有很多日式夜總會 有印象嗎? 有 人坐、太子、藍著 如世界 我沒有進去 你經過後知道有 我不是那個年紀 七十年代 我不是那個年紀 我的花名叫北京杜拿督 是壞名 就是漫漫的 為何我說是閹沾 有時美女 就被有錢人包領了 出街 如果找不到 又要去另一間旅行 坐一間旅行幾間 走來走去 不然就走去 走來走去 當時我開了一輛1971年做的 Bank跑 當時坐Bank跑很厲害 Bank跑車 我的車是跟陳家孫買的 即是以前做電視台那個 是的 跟陳家孫買 跟他養的 白色的Bank跑 為何要說這件事 就很古怪 有個L君 很聞名的 上市公司 做仿職的 你是不是跟我爭女 哈哈哈哈 他想到他很囂張 即是說原本那些小姐 賣多少個小時 為二千元左右 出街 他一賣就賣雙倍 我當然輸給你 那些老闆經理 就賣著他 你有錢 行了…我留下了 那女兒是在等你 她早就打電話 包小了 那我趕快去找個A小姐 不行 我們L8 留下了 那女兒跟我說 她又被L君下去坐 但禮貌上 她的媽媽 可以叫小姐給我 說個Hello 即是多謝她捧場 就要回去 那就由她回去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你懂得做 後來 很尷尬 她就跟L君出街 燒東西 燒完東西 就送一條女兒回家 我們 L8 送完她 她已經試過幾次了 她那次就心血來潮 就故意搏在一旁 等了幾個字 那女兒真的出來坐的士 出來就跟我燒東西 下場 她的火也來 那別人工作以外的時間 也有自主權 有些男人都很難頂 她又說她喜歡她 又說多謝她 關照她 現在你不肯是 你說病又說頭上新月 要我送你回家 你不要轉頭出來 約了你的姓郭 好了 等一點 她又不跟你上來 跟我吵 她在黏著 後來那女兒告訴我 那女兒也算囂張 即是 甚麼聲音 我賺錢當然要賺你 但我賺娛樂 就要賺她 你便氣得嘔吐 即是 那件事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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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我在北京搞的江湖 這真是花絮 即是你做男人 你受不了 她說如果要賺錢便要賺你 但我賺娛樂便要賺她 她很坦白 是的 是呀 她這條村的女兒 笑死你 有甚麼新聞 好了 這次結載都很長 下一次回來講講 你台座那幾包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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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